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早餐 煎饼 首先做煎饼中的薄脆 将100克面粉放入碗中 加少许的盐 这样炸出来会更酥脆 一边加水一边用筷子搅拌面粉 待面粉成续状时 加少许的食用油 和成面团 面团尽量和得硬一些 和面的时候不要一次性倒入太多的水 否则和出来的面团会太软 面和好后 盖上保鲜膜 放在一旁 饧面30分钟 在饧面的同时 我们准备豆腐乳 豆瓣酱 辣椒酱备用 姜葱切末放一旁备用 香菜切末放一旁备用 黑芝麻少许备用 面板刷少许油 以免面团粘连 将饧好的面团放在面板上 揉成长条形 再切成同样大小的剂子 将切好的剂子在面板上尽量的擀薄 擀好后 我们把锅调制180度 油热后放入擀好的面板 炸制过程中改成小火 以免炸糊 依次也可以多做出一些来 留着以后慢慢的享用 超市买的饺子皮也可以用来做薄脆 薄脆炸至两面均匀上色后 就可以捞出控油 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做煎饼的面糊 在碗中依次放入绿豆粉50克 面粉25克 加入凉水搅拌成面糊 所以要多加一点水在面粉中 然后搅拌 如果面糊还有些稠的话 再加一点点水进去 电饼称预热2分钟 锅底刷些底油 将面糊倒入锅中 调成馅饼模式 待面糊成形后 打入一个鸡蛋 将鸡蛋均匀的摊开 放入切好的香菜末 葱末 再撒上之前准备的一些黑芝麻 鸡蛋凝固后就可以翻面了 依次刷上豆腐乳 豆瓣酱 喜欢吃辣的朋友 也可以刷一些辣椒酱 再放上我们炸好的薄脆 将煎饼的两边对折 中间再对折 热乎乎的煎饼就做好了 外软内脆 散发着浓郁的酱香味 咬上一口真的是美味极了 快来试试吧 小美会定期教大家 做各样各种的美食 喜欢我 记得就关注订阅吧